大家好,这是我们的晚餐 我煮什么呢? 我煮粥 小麦粥,看看 在美国超市它有 不同的颗粒的小麦 这是完全 完整的颗粒的小麦 经常我们买它有 很细的,它把它打碎的 有棕的 有很细的,不同的小麦 我们家里面都不断过了 这些小麦 今晚我小麦加什么 我加一些红薯 然后呢 蔬菜有鱼甘蓝 还有芦笋 看看颜色漂亮极了 对吧,然后呢 猪肉 一块猪肉在这里 就把它的味道呢 就增加了 因为有蛋白嘛 所以它就更可口 又营养 这是今晚我们的晚餐 我先生非常的喜欢吃这个小麦 我来到美国以后 我才认识 所以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你认识这个小麦吗? 如果不认识 你到超市去 卧马也有卖 好像就有两三个公司 基本上 做的是这个公司 你看哈 很多 他这一盒大概就三美元 两三美元一盒 很便宜的 煮得很方便 这个呢就很容易煮烂的 有一款 他就稍微煮稍微久一点点 大概十分钟都可以了 你看他现在 你看他是这样 都可以吃了很远的 做好了 就水滚以后放下去 滚了那么 大概五分钟就可以了 我就先放肉 我先滚以后 就把小麦放进去 这个这个猪肉就可以 切片片吃 又香 汤里面已经有蛋白了 所以他就够甜了 什么都不 就放点盐就OK了 哇 什么都没有 这个很清甜了 因为蔬菜也很好 然后这个红薯也有甜 嗯 鱼衣甘蓝 嗯 然后芦笋 非常的棒哦 这两款蔬菜都高营养的 OK 跟你分享我们的小麦粥 有猪肉 有蔬菜 有红薯 漂亮 如果你在美国生活 就到超市去买 这小麦有不同的品种啊 有很小颗的 有 一半粒的 有这个整粒的 嗯 分享大家 我来到美国 我才吃上这些小麦 啊 在国内没有的 你国内如果有卡西口 你可以去看看啊 就好啊 他好像有几个公司 OK 感谢收看 希望 希望你也能够买到 啊 能够品尝到这样很好的小麦粥 他 他还有原来的颜色 有点点黄色啊 他没有这种漂白的那种那种东西啊 好的 感谢收看 喜欢点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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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